伊朗袭击测试了美国支持的以色列防空系统极限 以色列称大部分导弹和无人机被击落 伊朗袭击后没有死亡或重大损失的报告 初步几项表明 以色列备受推崇的空中防御系统 经受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考验 成功抵御了伊朗前所未有的密集攻击 以色列及其盟友拦截的伊朗发射的200架 无人机和导弹中的绝大多数 大部分在进入以色列领空之前就给拦截了 军事发言人丹尼尔·哈加里在一次简报中说 他说唯一的影响是一名学岁的女孩受了重伤 以及一处军事基地受到轻微损坏 其机用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很可能是协调的多阶段反应的一部分 旨在压倒和混淆以色列的空中防御系统 前中情局分析室 现任国防优先事项研究员迈克尔·迪尼诺说 伊朗国家媒体称 该国还发射了弹道导弹 这些导弹可能威仪更大 会高高弧线飞行后击中目标 以色列的美国支持的雷达和移动导弹电池互联系统 旨在拦截可能击中以色列人口中心 或重要基础设施的火箭 导弹和排挤炮弹 它应在过去的攻击中达到90%的拦截率而受到赞扬 美国和英国部队也试图击退这次攻击 一名美国国防官员表示 其驻该地区的部队击弱了针对以色列的伊朗发射的无人机 而英国国防部则表示 它部署了皇家空军的吞起机 一名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 伊朗很可能会仔细监视以色列和美国的反应 以了解其技术与西方空中系统和战术的竞争力 该官员要求匿名 因为这个问题的敏感性 伊朗可能利用这些见解进行未来的攻击 并与其代理人分享 以提高他们使用伊朗武器的效果 以色列最著名的空中防御系统是铁琼 自2011年以来 已拦截了数千枚火箭 但其作用范围有限 与任何防空系统一样 它依赖于充足的拦截导弹库存 如果来袭攻击足够大 它就可能被突破 以色列还拥有一种中道远程拦截器 称为大卫弹弓 以及旨在拦截来自远至2400公里的导弹的舰防御系统 这个范围包括伊朗 以及叶门 叙利亚和伊拉克 这些国家有与伊朗结盟的几近阻置 慢速移动的无人机 旨在混淆以色列的雷达系统 然后确保紧随气候的导弹 能击中预定目标 避免了其所有弹道被拦截的重大羞辱 国际危机组织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自说 阿里瓦埃自说